世界上最重口味的美食 将50万只蚊子炸成肉饼 做成非洲当地有名的特产 每年雨季时分 数亿万亿只的猛虫在维多利亚湖畔截队飞行 所到之处如同遮天地日 密集程度令人压抑窒息 形容成是密集恐惧症的噩梦 也不足为过 但这样的场景对当地人来说却是天上掉馅饼 平时连饭都吃不饱 而每年的这个季节都能吃上天然的猛虫肉 简直就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真秀 猛虫也成为了它们一年一度补充蛋白质的绝佳来源 其营养不至于大型动物 想要捕捉猛虫 对当地人来说毫无挑战 随便拿着沾湿的瓢盆在空中乱打 一把下去都能捕获上千只 小孩大人都乐在其中 当它们收集足够多的猛虫后 便会带回家中准备下锅 通常会用煎成肉饼的方式食用 蚊子再小也是肉 首先将收集的猛虫捣成黏糊糊的一坨 揉成像面团一样 然后用祖传的手艺 将这坨黑乎乎的东西 压成汉堡式肉饼的形状 这按压的力道直接影响最终的口感 高端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忙碌了两个小时之后 黑师傅开始制作美味饕餐 起锅烧油 放入肉饼的那一刻 香味扑鼻而来 待煎到两边去黑即可盛出食用 它们说吃起来味道有点像鱼肉 也对 毕竟这些猛虫是从维多利亚湖畔飞过 说不定吃起来还有点海鲜味 记者小哥经过几经思想挣扎 最终还是决定一试 咬上一口 起码十万只猛虫被吃入口中 好像里面还没熟 不过也没关系 原汁原味才更上头 对于贫穷的当地人来说 猛虫汉堡肉饼简直就是天赐之物 无论如何烹饪 都永远是抢手的美味